未来三年的忠告 你可以投铁不听 但后悔的是你自己 往后三年呢 都不要去买房 逆可租也不要买 一年以后的房价不会暴跌 但会像小刀割刘一样 慢慢的往下跌 未来的局面 是租房和买房享受同等的权利 第二 尽可能在自己本职工作 保留的情况下 多做几个副业 改变一下你的收入结构 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多找一些管道收入 优先找一些互联网的项目 花钱不要大手大脚 未来越来钱越难挣 以前跟咱们瓜分的蛋糕 是七零后 六零后 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他们整个做产品 现在跟我们抢蛋糕的是 九零后 零零后 他们更懂互联网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是核心关键 老板做生意 要记住 三急三不急 第一条 不要急着说话 先当第一个听众 听听客户说什么 第二 不要急着去销售你的产品 我们首先要了解 对方的需求 根据需求 匹配我们的产品 第三 不要急着马上报价 在你没有把价值 塑造起来的时候 报价 人家就跑了 所以我们要铺垫 铺垫我们所有该铺垫的 然后报价 才能成交 做老板也好 做销售也好 一定要记住 不信任 不谈业 无价值 不谈价格 只有抓住了客户的需求和痛点 成交 就是顺其自然的 就是顺其自然的 我妈说 不谈之 我爱你 没什么